当然Mate的六龙Polo已经上市了大半年了 Mate 40这台手机也搭载一个麒麟9000的处理器 也是很销量很好的一个手机 今天咱们在市场那里看一下 然后是什么行情 更新一下今天是什么行情 值不值得入手 走 来兄弟们咱们来看一下的颜色都有 只有个黑色 下路虎阳 秋路虎阳 这个银色这个是白色的 颜色都对齐了 因为像这种屏幕都要保护好的 所以他们都贴那个屏幕那个有个这个膜的 因为今天有个杭州一个大哥 他又拿这个 这个是那个是那个下路虎阳的 他喜欢用皮的 咱们看一下那个边框 因为二手手机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它是否有没有进退的 还有那边框它的裂缝是不是很大 如果说裂缝很大的话 这种呢我们几乎都没有怎么去考虑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关于本机 Mate 40Polo的8家 256G的啊 麒麟9000的一个处理器 它已经升级了鸿蒙系统 像现在一个Mate 60Polo的 现在是也是一个麒麟啊 是9000S的啊 所以这个是9000的一个处理器 像目前的市场 现在你看都没什么货了 好吗娘 嗯什么价格现在涨了吗 这个电池也是100的啊这个 所以说兄弟们有些兄弟会觉得啊 在哪个手机电池高的 像这种都属于电池高的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是换了那个 屏幕 它是官方换的屏幕的 就会电池带一起换的 所以这种是电池高的 你这个是官方换的是吧 关换机的那种是吧 说说说兄弟们有些人你是在某宝啊 或者说某鱼那里拿那种库存机 还有那个紧急和未使用的机子 就是类似这种的 它也是官方换的屏幕 然后是拿过来电池是100的 所以说这种都是官方换机 所有大的平台的手机 都是从出租也是90% 都是华山北这边拿的 所以你想想 是吧 有些人说是官方换机 其实官方换机 它这种是有保修的 它屏幕本身都有带那个保的 那今天我们就拿这个 这个不能少了吗 哪时候放假 哪时候放假 29号 放假了就拿不了货了 我的乖乖了 兄弟们如果说想要入手手机的话 就赶紧入手吧 因为要准备过年了 你看这边都已经放假了 看到没有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带想要了解更多 给关注下三哥 咱们下去见 关注三哥保证不翻车 哪呢